打电话去接触室 然后夜店居然以广播形式通知的向散 就是说叫麦 他打电话去收到封了 一定买通了向华强身边的马仔 在内地的电影弄了十几亿的 三亿都未到的 啪啪声地打向他的嘴 哎呦死了我不要说这些好可怕 他现在在台湾我说得这么紧 哎呦我要先打他 真的不是开玩笑 娱乐半世纪经典又贴地 Hello 大家好我是Sapang 这一条影片就会和大家分享 但最新的娱乐资讯关于王晶 为何找香华强飾演龙五这个角色 之后大受欢迎 还有为何向太收声 和说一说向太的背景 1989年上映的《赌神》 无疑是港产片史上最成功的赌博电影 当年大收3700万 现在都没有这些日子了 成为了那年的票房冠军 周润发飾演赌神的影像深入民心 而刘德华扮演陈刀仔 变成同系衍生出来的作品 赌博的男主角其他角色 场景以至对白都成为经典 其中飾演赌神保镖的龙五就是电影公司的老板向华强 虽然也是演技的山眼又表情木纳 你别说这些好杀食 构到好多女儿 但这种反差令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些角色受欢迎的程度不下于主角 有传当年黄晶控制不住周润发、刘德华、张敏和黄祖賢 几位的巨星 为什么呢 因为党期很难度计 每个人都这么死亡 一会儿那个人又说要早走 一会儿那个人又说要辞来 怎么拍呢 接着黄晶就聪明 灵机一触就向华强提议 老板不如你客串一角 希望老板可以震场之余 可以令到演员听听话 没有人够胆跟他说 这场我没空了 遲些才来 没有人够胆说了 起初向华强拒绝 不行不行怎么办 接着黄晶就落嘴头 为他量了这个 木毒的角色 有一个杀手 杀手叫龙午 龙午 杀手当然是 怎么说 酷酷的 对不对 令到老板可以由角色 把自己的本色演出出来 那种酷味慢慢滲出 那种男人味 果然向华强中的龙午 演得到位之余 角色也大受欢迎 其后他亦多次饰演同一角色 成为演艺生涯的代表作 他儿子翻中也没有这样的角色代表作 年轻人过来这么多也不够他那么男人 对不对 好了 其实向华强早在七十年代已经拍戏了 倒合之前他已经拍过二十多部电影 所以你说 认为一个经典的角色 多么重要 所以人物角色 写一个性格很重要 对于剧本的发展 还有成为一个经典的人物 对不对 然后向氏在香港的娱乐圈 可以说没有人不知 影响力也是很大 向氏组织是广东 父辈是国民党的少将 煎乱的时候 到香港创办了具有争议性的邦派 一个新X案 之后又向华强执掌团体 他曾经参与过多部影视剧 亦是因为家庭背景的缘故 他在赌神之中的演出 保镖的龙五令人深入闻心 最能够证明他的地位是前妻丁沛 丁沛又是上世纪六十年代 她是邵氏当红的女星 亦是因为享誉国际的功夫巨星李小龙 死在他家床上而备受争议 遭受到李小龙的粉丝 去到哪里都拦截他 并且对他出言侮辱 甚至曾经一度威胁到性命 而在那个时候 就是这个现实之中的龙五 香华强出言 并且娶了他 令他有一些安稳的生活和环境 他们两个人生了一个大女儿 叫做向永恒 其实道役有道 我觉得这个男人 他在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候低潮 去到哪里都过街老鼠 但是这个男人可以在那个时候 将他娶过门 你不怕影响到你 不是大哥的 不要紧 过来我抱你 抱你 抱上床 不过负责任 结迷婚 好了 他和向华盛一齐 创办了永星电影公司 出品了很多卖座的街片 包括了导星的陶学威龙 和很多系列的周星馳的电影 捧红了周星馳之余 张敏 张敏的弟弟绷上床 在1992年的时候 又和了一位当红的 不得已 在台湾 就是他第二任的太太陈南 他两个一起 中国星电影公司 张敏之就是中国星捧出来的第一届女星 现在他生了个儿子 向左 给了儿子铺路 早几年帮他铺路 夫妇一声令下 无数早年受过他们向事帮助朱多 电影兄里面的大人物 结集了 为向左去配戏 好像别人的名牌 你要买最受欢迎的袋吗 你要配货 他类似这样的 其中 北伐要搭个 不是猪头骨 是他的儿子 是猪头骨 搭其他的大明星 有李廉杰 古天乐 梁家辉 周云化等等 居民 一个向事名下的中国星 有个天司捉妖 请了杜奇峰去执倒 但主演就是刘德华 拱你和向左 但他的影响力 那部电影我 好像听过 但不太红 对吧 但影响力 这两个妻子 由于有人欠了她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 有点微妙 更加她老婆 一天在网上 给一些评论 但我觉得她最近收了声 等一下告诉你 为什么 如果不是 什么时候轮到欣尼 她说话 对吧 欣尼走开 向太太还没出声 但向太太对于你美女 那件事她又不出声 现在两个人被这么多网友 一出来说话 很多人围攻她 其实很大原因 不关阿龙五事 就关她太太 向太太 早前 早十年八年 这时候 星野 是这么多年来 带给观众无限的宽兆 一系列的作品 都成为一个经典的电影 没有办法可以超越她 自然是很多忠实的铁粉 对吧 接着向太太多次炮军的星野 譬如说她人品差 欠钱不还 协妨作假等等 还一直在说 叫她拿出证据来 令到网民 网民就叫她 喂 你有没有证据 你说星野这么多 这么差的东西 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对于向太太 不停的声势列揭 亦都 星野自己只是关心电影 买卖座 怎样宣传 剧情 做导演 做老板 所以 两方面 一比较之下 人们觉得向太太无理取楼 叫她拿 哈哈哈哈 拿证据 拿不到 有点像 佩虎马 街的网上 但是 喂 你大人物来的 你用不需要 这么大声大气 骂一个 另外一个 明星 还要她这么受欢迎 你真是 屎坑点灯 爪屎 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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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迷 向你爪屎 好了 这个向太太和阿星野合不来 本来不关向左事 但因为向左的妈妈自信满满的 经常挺她的儿子 话说有一个叫 蜂神 吊打美人鱼 可惜 慘败 被封为2016年的烂片王 拳拳到肉 爸爸到面 哈哈 好了 接着 这个风神传奇 什么风神传奇 都没上映之前 就大叫了 要超越这个美人鱼 你有没有镜 都照下读了 结果 三亿票房都不够 三亿 即是 内地的电影 整一下都十几亿 三亿都未到 好了 啪啪声 巴巴打向她的嘴 哎呀死了 我不要说这些好惊 哈哈 她现在在台湾 我说得这么紧 哎呀我先把她打开 真的不是开玩笑 好了 接着这个 向左就是圈内的粉丝 也多 但她妈妈是这样 一卵嘴 所以 我最觉得 最近她静下来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 她不想影响她儿子 周星馳的影迷 一定比她儿子 你得罪她周星馳 她的铁粉会去搞她儿子 所以她现在应该不出声 但话实话 其实 陈南 向太 本身也是一个奇女子 不如这样 我放一个 我之前 剪辑过的一辑 向太的奇女子系列 告诉她 道出她的身世 其实这个女人也挺可爱的 不过我觉得 保护自己的老公 保护自己的儿子 都是好情有可原的 不如大家听听一下吧 这里 说的是香港电影 《黄金时代》 除了银幕内 男女主角 值得人家怀念 八九十年代 例如叶德昂 我也觉得黄韻思 这些八九十年代出现的明星 我们都很怀念 但是人幕背后也有很多传奇人物 其中在一片江湖之中 有一个名字是你们不得不认识的 就是这个陈南向太 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人物 他和他的先生向华强在香港电影影坛里面的幕后还要推手 曾经本控过周润发的赌神 还有刘德华 周星馳 李连杰 刘青云 张柏芝 都是他们的手下外仗 不要看向太现在肥嘟嘟的 其实你现在看到他年轻的样子 我小时候在我家见到那个人来饮 但就是差不多这个样子 我还记得这么多年前 我拿起那张照片的时候 我当然是叹为观止 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 那个时候 年轻的 当然他比我大很多 但他当时是扎起头发的 但他那时候就是类似这样的样子 然后外界就看他 非常风光 这个能够又是闹这个周星馳 蓝打周星馳 不踩张柏芝 然后就是什么也有他一把 出来大声说一下 闹一下人 但是在他眼里面 原来他不是你们想象中 这个强悍的女子 她的一生 前半生是受尽多少的痛苦和折磨的 大家一起去听听 因为他原名不是叫陈南 叫陈明英 就是在台湾长大 台湾人来的 但是他的性格始终保留着 这个东北的大姑 他组籍就是哈尔滨的 所以是很豪气的 而且非常耿直 很豪爽的 而且他自己新患白血病的小时候 他曾经上过一个内地的节目 他说话是很直肠直肚的 喜欢骂的时候他骂 喜欢大笑的时候他是大笑 但是他少女的时代 他是非常苦命的 从小到大身体不太好 在六岁开始就被查出原来有白血病的 几乎已经判了是绝症来的 后来他自己记得 就躺在医院里面 全身都是拆满了管的 根本就没办法下床的 后来他的骨髓 成功就配到这个骨髓人捐骨髓给他 他就执回他一命的 叫他多大名 以为他可以执回一条骨髓人捐骨髓给他 就可以治好这个白血病 他小时候就很乖的 读书原来是学霸来的 年年读书永远都是拿第一名的 但是人家的小孩子如果知道自己的小孩子读书那么厉害 都会奖励一下 会疼一下 但是他妈妈一句连一句 赞他的说话都没有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就是 原来在他18岁 他能够考到这个大学 在他那个年代 其实不是每个人可以考到大学的 我刚刚出来做的时候 然后全街台湾都是那些补习社的 但是他那么穷 当然是没得补习 但是他凭着自己的努力 就可以考到这个大学 在他的年代的时候 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 这个天最怕的一件事 给了你一个希望 但是呢 又将你回答下来 好像 他自己白血病 然后有人捐骨髓给他医治好了 读书很厉害 但是家人从来都不会看他一眼 读书有什么用啊 快点出去赚钱 好了 到他自己18岁考到大学了 那又怎样呢 他妈 很难倒 欠下一 屎忽债 哈哈哈 就想把女儿卖去母厅的 但是他就不肯了 死都不肯 他当时呢 他妈呢 就要给他老公去求 那个女儿 跪在那儿 就是要那个老公去求那个女儿 就是叫当时的老公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爸爸 还是另一个男人 就叫他妈妈的老公 就跪在那儿求那个女儿 女儿 女儿你去做鸡啦 你妈妈欠周身债 当时他是这样说 令到陈南 当时还没改过名叫陈南 当时改过名叫陈明英 陈明英当时就崩溃了 他说为什么 会有一个这样的父母呢 就是他妈妈就叫他爸爸 跪在那儿求女儿 女儿 你快点出来做啦 你出来做你妈妈才可以还清那些债的 这样 当时这个陈明英呢 就是崩溃了 他就崩溃了 他当时是很脆弱 是他一生人最脆弱的时候 他选择呢 就去自杀了 他自杀都不想去做鸡 因为他父母都是 他妈妈 欠一身 一屁股 就叫他爸爸去跪 他女儿 出去做 但是他自己这么脆弱 就跑去自杀 真的自杀了 但是呢 他曾经想过一句 一句说话 在他最脆弱 自杀的时候 他就说 哎呀这样 不如杀了我啦 始终呢 哎呀我都是要 坚强起上来 最终呢 他那次是获救的 他自杀了之后呢 他就获救 被人救了 然后呢 他被人清醒了之后呢 他就大切大悟了 他说从此 我什么都不怕 这句说话 他自己 死过翻山了 然后呢 原本呢 他就 在他原本的家里 什么苦都受尽了 那么呢 他呢 就 去改名 陈明英 原名呢 就叫陈明英的 然后之后呢 他就改名叫陈男 就是现在的名字了 那么陈男什么意思呢 姓陈 但是那个男字呢 就是山字边 下面有个风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为什么呢 一个风里面 就是说你饱力瘧桑 但是你仍然撑得起一片天 那个山字 整座山你都 捧得起的 你明白吗 那么跟着呢 他自杀不死之后呢 他整个人就变了 连个名都要变了 然后呢 他就不肯去认他的父母 去做这个舞厅小姐 但是他自己呢 就做了这个无特意 但是呢 当时呢 就非常之受欢迎的 就是他也是能够 当时有第一名模的涵头 就是做模特 做到别人觉得他 是No.1的那样的 那么 好了 原来改了名之后呢 他的魂慢慢慢慢好起上来了 当年呢 不少的公子哥儿呢 拜祷他的石楼群下的 那么年轻的时候呢 他呢 就是 当然很漂亮啊 年轻的时候 也都曾经 和这个关之林一起去拍照啊 这样 也都是不是省油的灯啊 就是漂亮到 那个层次的 就是可以站在 关之林身边呢 别人都不觉得他平凡 哇 真的差不多觉得好似 关之林一样那么漂亮啊 大美人哦 对不对 喂 连关之林都给他家 不是他家 是他自己想嫁那个 大去年纪很多的那个 那么好了 陈南 他就 现在这么霸气啊 对不对 但是呢 当陈南呢 遇到这个 向华强的时候 是不是向华强 已经是大佬呢 是不是电影圈的大佬呢 那又不是啊 那么多有钱人追他 那么我当然知道 他身边 曾经 哎呀有些不能说的 有些离开了就算了 既然他自己也没说 离开了就离开了 对不对 他出来拖他不肯 但是自己呢 就可以做这个model 去到做model的行业 可以 number one model top model 在台湾那里 走到这个大美人 这个关之林 旁边的话 一点都不舒适 有这么上下 跟两这么漂亮的啊 那好了 跟着呢 他遇到这个向华强的时候呢 其实向华强呢 当时他们相遇的时候呢 就做过一段时间的餐饮业的 又没有什么名堂的 就在这个1970年呢 向华强呢 就决定将这些事业转向台湾了 刚刚他爸爸呢 就向前就在向华强四岁的时候呢 就一早已经在台湾定居了 一切都顺其自然 那跟着呢 向左呢 就现在就已经变成明星了 但是其实呢 他没有想到呢 在1973年的时候呢 在茶餐厅 在喝茶的时候呢 向华强呢 就被声探 就看中了的 叫他正式拍一下电影啊 跟着又学过一下几年功夫 刚刚那个时候呢 1973年其实呢 李小龙已经过世了 因为1973年呢 李小龙应该是过世了 1972年左右 李小龙过世了嘛 1973年呢 但是李小龙就带起了这个功夫的热潮的 那当时呢 他因为曾经在台湾都学过一下 吃过一下椰热的 那他自己是当上这个男演员的 就是1973年的时候 在台湾茶餐厅被一些声探发掘了这个向华强 但是向华强呢 自己是对做演员的兴趣呢 不是那么大的 那但是呢 就想着想着呢 就希望呢 就跟个小龙一起呢 在1976年呢 1977年呢 就自知拍了两套电影的 那但是呢 就不赚钱 就虚钱的 那在1980年的时候呢 就是向华强已经结婚了 那和丁佩呢 就是那个婚姻呢 就是离婚了 就是宣告终结了 那说一说丁佩呢 丁佩年轻的时候呢 曾经跟这个李小龙有过一段关系 挺亲密的 大家都知道了 但是这个1973年的7月20号呢 当时32岁的李小龙呢 就是在丁佩的香归那里就 就是过身了 那当时呢 这个丁佩也都是惹到一些匪民呢 就是 就是星途尽毁 那在1976年呢 香华强呢 就是 陷入人生的低潮 那也都 就是 是的 那他呢 就向这个 香华强呢 感激 这段婚姻呢 只是维持了 是的 1976年 向华强 就在 因为这个丁佩呢 他是李小龙 就是死了之后呢 自己都没得干嘛 在娱乐圈 但是这个向华强很有趣 他又在76年的时候 就是在李小龙 过了身 三年之后 但是他又觉得 这个丁佩 跟他结婚 但是丁佩当时是 就是 千夫所指 说他做 累死李小龙 那样 但是向华强 自己呢 就跟丁佩在 李小龙死了三后 三年之后呢 就跟他结婚 但是呢 没办法了 这个丁佩呢 自己本身 都很感激向华强的 但是这个无奈 这个 婚姻关系呢 只是四年之后 就终结了了 那为什么呢 在那个时候 也是向华强呢 就是 遇上这个陈男 但是好像 向前 就是向华强的爸爸 就有四房的太太的 分别是正房的叶青 二房的林慧英 三房的陈学荣 还有田房的钟金 就是向华强的妈妈了 一共十三个子女的 向华强就是排第十 向华强的妈妈就是 生性很耐弱的 在这个环境长大呢 向华强自己呢 希望可以娶一个 比较强细的女人 那看到呢 当时遇到 哇这个陈男 当时已经改了名了 哇这个人又漂亮 但是又精明 说话 巴巴臂臂 可以有自信心 接着呢 他就苦追这个陈男 一年半 打动了这个陈男的芳心 但是当时呢 其实呢 向华强呢 已经是和丁沛未离婚的 向太当时呢 就是有个男朋友 是富商来的 在分手之后 但是要顶住家庭的压力 甚至乎要做这个 可能给他 想着就是 可能 哎呀呀呀 就是可能 未见得光的那样 曾经是不想呢 就加入 这个 什么呢 这个丁沛和向华强之间的 但是这个 最终呢 就是向华强和丁沛 最终都离婚了 但是丁沛一心都是向佛的 离婚之后 就觉得自己 叫做找到清静 但是向华强和这个陈男呢 他个人呢 见到丁沛之后 虽然他们 向华强 虽然和丁沛离婚了 但是呢 原来呢 这个婚姻就不是那么成功的 但是他没有阻止向华强 继续去给善养费这个前妻 而且呢 陈男呢 每次见到丁沛的时候呢 都很谦卑 叫他一声 姐姐的 这样的 而且呢 丁沛和向华强 是生了一个女儿的 这样的 那么后来呢 这个 和丁沛和向华强生的女儿 做珠宝生意 你见到相中有个肥肥的女儿 就是和丁沛生的 都是多得向华强这些夫妇 在背后介绍一些人物网络 就是说 陈男呢 如果你说做stepmother的角色的话 其实他做得不错的 因为他事后 都是有帮丁沛和向华强生的女儿 是有帮他扶起他 那么他们的关系都不差的 那另一方面呢 因为陈男呢 亦都是尊重这个丁沛 那另一方面呢 他在这个娱乐圈里面 运了这样的日子 这个丁沛 虽然觉得 已经没有这个丁沛 怎么说呢 做了他那个 就是大家再见逆市朋友 分了手之后还可以保持着一个 就是向华强 经济上支持这个丁沛 但是呢 由于这个陈男呢 他觉得 前妻就是前妻了 十世修得同船到八世修得共枕面 即使分开了 都不一定说要 讨厌争争那些 仍然都鼓励 不阻止 向华强 去补贴 帮这个丁沛的日常生活开支 善养费的那些 但是 陈男知道 娱乐圈很多女人的 你猜他是怎样呢 他就是 陈男呢 早早就向这个向华强 就定立了规矩 不准带女伴出入这个场所 如果你去玩 你自己玩得醒目一点 如果你带那些女人 你玩到要带那些女人出来见人的 被人拍到的话 就不行 在这方面呢 陈男就向这个向华强管理得很严的 据说有一次呢 这个向华强曾经就跟这个 女明星去夜店 谈生意 他所说的谈生意 但是呢 这个陈男知道了之后呢 就打电话去那个 reception那里 然后呢 夜店呢 就居然呢 以这个广播形式通知的向山 就是说 叫麦呀 他打电话去 收到封了 一定买通了向华强身边的马仔 那 陈男就说 他说 喂 呃 身边向华强身边的鸩 一定收买一两个的 那你记得啦 阿水 你跟出跟入向华强向山 你记得如果他身边有什么女明星女人 你记得第一时间通知我 他说陈男就这样 吩咐他身边的鸩 好了 真的啦 真的看到 有人就有个小孩了 又是阿水的一个小孩 向华强身边的鸩 被陈男就收买了 然后那个小孩就打电话给陈男 喂喂喂 向太太 我现在看到那个女明星 现在和向山在这间餐厅里出现 他说好啊 收线了 收完封之后 陈男就打电话去这间夜店 喂喂 喂 现在有人跟我说 向山就在这里 你现在立刻跟我做广播 叫向山来听电话 好了 跟着 向华强先生 向华强先生 你太太陈男 向太太现在叫你即时去这个櫃台听电话 麻烦你 现在即时去这个櫃台讲电话 哈哈哈哈 是 你说了 陈男打电了去那间夜店 你够不够胆 如果你的reception 你见到这个向山和另一个女明星在这里 你够不够胆 向陈男电话之中的向太太说大话 你照向太太的意思 你现在立刻跟我做广播 叫向华强你接电话 当然是非常尴尬了 是不是 你死不死 叫了你了 叫了你不要带女人 你躲起来玩我 着眼开着眼闭 你带出来玩你明是 怎么说 落我 丢我架 落我面 是不是 在这方面 好了 自此之后 这个向华强 如果要一个任何的女明星 都是没有匪民的了 如果说生意的话 要不就是光明正大 有向太太在场 或者叫他上写字楼谈 就不要叫他去哪个 哪间夜店 或者收起一个套房 那些开间房给他死 他一定是在那间店铺的那些人不够胆 亦都是买通了他身边向山的马仔 即时如果哪个女人 女明星和向山 去哪间房 躲起来开个房 VIP房 去里面两个人不知道做什么 向太太收到封的话 即时打电话 那些店铺不敢逆去意 谁敢跟他说电话 店铺也拆了你 OK 那好了 这个向华强的确是 给到这么多年来 给到这个陈南 相当的安全感 夫妻一起 同出同入 去到哪里都见到这两个人 加上所有的女明星谈判 都是 女明星以后日后 这个女人怎样选 怎样防止她老公滚 如果那些女明星要跟你谈生意 跟我讲 以后不用跟你讲了 跟我讲 跟我讲条件 他在这方面 谈一些 女艺人的合约 或者你想加入我们公司 或者我们公司要捧你的那些 全部要经过向太 跟这些女明星讲 男的交给你 另外 这个向太 就是这样的 他知道向华强 一直喜欢住九龙堂的住宅 他经过很艰辛的创业期 因为他们在创业的时候 向太 因为社交很聪明 很漂亮 你跟男人女人 谈生意的话 都觉得 跟他都合谈 人物网络很厉害 所以 他们在这个演公司 初头那两部 跟向华盛拍 初头那两部 不行 自从有陈南帮手 他们的生意慢慢慢慢地上轨道 但是 当时 他们还没搬到九龙堂 但陈南向太就知道 这个向华强 一直很喜欢住九龙堂 然后他自己偷偷地把一间九龙堂的房子买下来 然后就给向华强惊喜 向太就说他一起做了三十几年 遇到很多分歧 每次都会听他说 大部分都是听他的 小部分 都是他始终都是我老公 我不同意他 亦都要听他 他要做大女人的时候做大女人 但他要做小女人的时候做小女人 其实台湾的女人这方面 是比香港的女人厉害的 我以前有那么多不同国籍的人 我觉得 收放自如 台湾的女人是比较聪明的 要扮小女人的时候 你就扮小鸟医人 但如果他要做事的时候 都挺强悍的 1980年的七夕弹 中国的情人节是一个浪漫的日子 这个 陈南 追求他的贵公子 拒绝了 就选择了向华强 来到香港打拼 原本 这个陈南 自小都是出于贫穷的家庭 但是 自己就是 识者生存 学到很多投资 或者生存的伎俩 经营很有头脑 看到香港电影市场 可以做大 大有可为 所以他就和向华强 决定 自立门户 开过一间电影公司 两个人一起 怎么说 白手卿家 另外 他互服方面 他也是 好做得好到的 他有个网站 曾经就说向华强 搞过一位女星 向太就听到 他告这个网站 就要恢复向华强的名声 最后他做到 令到这个网站 删除 帖子 还有一次 有人传 缓方生日的时候 曾经邀请成龙参加 结果成龙 撒大牌 遲到了一个小时 向华强 令到 成龙 罚跪了一个小时 这个据说 我只要读 报道 这个传闻 直指向华强 欺压的男明星 向太也公开 护肤 要求澄清 事实 没有这件事 但是 另外就是 对于 谁 另外向华强 一直拥有电影的梦 他老婆 和他一起经历过 香港的黑暗时期 演艺圈 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字头 入侵这个 争 地盘 他们拍片 投资失利的都有 曾经向华强 不是你所想中说 一直都是开永胜 或者中国星赚钱 也有虚钱的时候 但是他不单止这个陈南 是没有 责怪的老公 不懂得投资的电影 而且一直都是鼓励他老公 继续去创业 他自己也说 我们一直都是这样 他在前面 匆匆匆 我自己 明知到他有时会撞板 但是我都陪他一起 他曾经为了向华强 存了第一桶金 他自己开这个时装店 接着 折省开支 一个人 就做了铺铛里面的东西 风雨不改的去批发市场 入货 然后搬货 自己 这么美女 他有一张照片 自己本身已经在台湾是 top model 但是在香港 就是刚刚跟他拍拖的时候 大家都还没有很有钱 他开了一间暴贴 当然他自己有客人 有门路 贵为报老板娘 为了要折医 但是 因为他的老公一定要养个赡养费 给他的前妻丁沛 但是那时候没有那么多钱 他自己要开暴贴 但是 什么都是自己做的 就算他 拖着 那个BB的话 当时他大肚子 他都在暴贴 每天去跑工厂 找布 看板 甚至乎连搬运货 那些他自己也做了 他曾经 他在台湾的时候是名模 过着的生活就是名模的生活 也是 存了一点点钱 但是呢 他因为 这个时装店 那段时间 还没有很有钱 两年没买过新衣 没买过一件的新衣 对于 这个性格 不是那么喜欢 那么厉害 或者不是那么厉害 结交 交制 他也是做了 向华强的代言人 很多时候 跟这些人 聊生意 都是他自己 带向华强 出面 跟人家聊生意 聊条件 就是这样的 那么 这个 这个 譬如说 向华强 虽然是不出声 但是 他自己也是有脾气 但是他自己也会走出来 就告诉他 他不是 那么暴躁的脾气 而且他自己中年就好像发了腹 为什么他发了腹 因为他现在肥了那么多 没有以前那么瘦 那么漂亮 原来就是他有内分泌的问题 可能工作压力 有一段时间很忙 你现在可能他都 上了岸 但是其实他以前曾经有一段时间 因为内分泌的问题 令到他突然肥了 不过他老公也不介意 他说他去到哪里 我和他在一起 你都没眼看 眼淹 你看到他两个 跟他在一起 那大家 互相互补不足 就是向华强是负责 插画 或者幕后那些东西 但是陈南就是负责 社会 他创立了一个永胜公司之后 在1987年 拍过不少卖座的电影 好像《精装了女仔》 《赌神》 《陀岳威龙》 《陆景记》 都是由他永胜一间公司 更加 那时候 因为之前向华强 自己不是那么想 拍这个 做电影明星 想幕后做老闆 但是在这个 《赌神》的系列之中 他又黑串 做这个《龙午》 而向华盛看不好 电影市场 亦选择在1993、1994年 退出了 退股 退隐 香港的娱乐圈 香华强和陈岚 在1992年 创立了《中国星》这家公司 包括了 《永胜娱乐》 《一八年》 和旗下的企业 还有这个 旗下有张柏芝、劉德华 和李廉杰 主要的议员 亦拍过不少的作品 好像《瘦身男女》 《亡不了》 《何通思考》 你看看《亡不了》 这些 不是赚钱的电影 但是为什么呢 有时一些电影公司 譬如像家和 或者 劉德华这些电影公司 或者古天雅这些公司 电影公司是怎么样呢 他当然是要大部分都是拍一些 赚到钱 叫好叫做商业片 但偶尔他也会有时 拍一些 比较文艺片 预计了不是很赚钱的 但是 都是省令自己的招牌 变成不是太过 商业性 看着都是商业的 好像不够文化 不够高档 如果那家公司可以将他 内不内投资这些 不用那么大的投资 可能 100多万 以前可以100多万 港产比较 但现在不行 好了 他负责向华强 负责公司内部的经营管理 而这个的陈南 就是负责对外的联络 包括了 找演员 场地 还有一些电影的出品人 或者担任行政的监制 配合 非常合拍 这样的 他们联手 就制作了很多的电影 很多的明星 留下的代表作 好像刘德华 张国荣 李连杰 刘青云 郑秀文 以及关之林 制造了香港的电影圈里面 由于他自己的这个陈南 我性格以爽朗为文明 还很喜欢骂人 说我也很害怕我做这条片 不过我这些small potato 眼尾都不会看一下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 可能他会觉得 有人让他看 你看看这个阿沙 香港的YouTuber 说你 不想看这个 以前有一个 那个叫什么 徐淑敏的老公 他说 那个 眼督督的那个 他的口就是这样的 他会骂人的 但是我这些small potato 他不会骂我的 如果他骂我的话 他只是帮我宣传 所以他不会骂我的 但是你说 他不会躲起来 整理我 应该是不会的 为什么呢 他大人有大量 我现在大部分 我不是说他 我只是说过 他一般 perceptionist reality 他给人的感觉就是 他很有气派 很豪气 他要骂你就骂你 是不是 对不对 so far 另外就是觉得 怎么说 我也懂得 计八字 我很长命 照计应该我没事的 做完这个影片 我仍然可以伸在那里 对不对 除非你说他喜欢帮我宣传 他突然之间 开了名字 罵香港的YouTuber 阿沙 在那里胡说 胡说 不是我胡说的 你自己曾经 跟别人做过访问 我找了你的访问 出来说 OK 我待会再告诉你 为什么我敢说 为什么我敢说他 我待会告诉你 好了 所有人都知道 然后有些人说 陈南向华强夫妇借钱 给一些人 借钱给娱乐圈的人 他说 甚至连欠条都不会开 他们很爽快 你问他借钱的话 他就会帮到你 曾经 这个刘德华评论 向山向带他一身之仁 最好的老板 胡言坊 甚至乎 在夜店被人盖 那一刻 他第一时间 梅姐 都是打给向太 所以 他觉得 除了他交友广阔 另外 为什么梅姐 出事的时候 第一个打电话给他 都觉得 这个人是有能力 打电话给他 另外 都是觉得 信得过他 所以 他人品 应该都不太差 在娱乐圈里面的人物 人们除了害怕他之外 亦是人们对他又惊又敬畏 然后李连杰 智力公益 我亦说过李连杰的视频 只要你在 YouTube打 Smart Travel 李连杰 就出了我的视频 其实李连杰做公益的时候 亦有向向太太 就是向侍夫 这两个夫妇 支持 他们不单只是捐钱 他们支持 并且 向好朋友 陈敏泰 关之林的前夫 蔡智明 玩具大王 还有朱 李悦华 就是朱太 朱太也是香港出名的 有钱人 曾经是香港的首妇 最有钱的女人 还有李志强夫妇 李连杰就把向太 当自己的姐姐一样 向家有个房子 留给李连杰 比如说他们有些子女 或者他两夫妇来香港 但向太就认为李连杰 来自那两个子女 就认了他们 来自那些子女 做这个 契仔契女 而刘嘉宁 在自己的事业 去到这个樽颈位的时候 拍了很多电影 都是 中国星或者永胜的电影 关于 向华强 向太的 质疑有很多 有些人 无疑觉得 他很 豪气 仗义 重情 亦因为 时间的关系 积累了 很多人物网络 有些人物网络 那时候 他自己人生有这么多 他自己 由一个苦命的女孩子 自己不断努力去经营 他自己的事业 做模特的时候 做到top model 自己开一个 怎么说 开时装店 亦都是自己 拖着BB 照系 搬货 他改了他的名字 陈明英 变成了陈南 撑起一座山 你猜他真的是普通女子吗 再继续 去对待他 自己帮他 和向华强 和他前妻的女儿 介绍很多人 给他认识 只要向华强 照顾他 穿衣 打领胎 鞋 都是由他自己 配搭的 因为他自己做过top model 是吧 还有 他偏迷 不知道是不是强迫症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这个处女座 向华强的衣服 他全做了偏好 免得搞错 但是有时他自己会下厨煮几味 无论村菜 粤菜 上海菜 台湾菜 都拦不了他 他自己有个 独制的独门秘方 就是向太豆干 送给人 或者给他的子女 吃 每次都是 人家吃 都停不了口 他自己本身有两个子 大子就是向左 原名叫向展瓶的 可能就是 找些人去再批个命 改个命 小子就是向右 向展凡 两个子都是被 向太太 養得肥肥白白 其实一个子 会比较弱 做了明星 另外一个就是 比较保护 拉仔 这样 OK 他的小子 耐不耐 都会在自己的家庭 照片里 出来 但是 我也见过 他们一家全家福 即是他两个儿子 连着丁佩的女儿 家庭的关系都不错 另外 从前 有些传媒 访问过丁佩 丁佩自己也说 他说 自己和女儿的生活费 一直都是由 向华强 和陈南 两夫妇负责 他仍然 当向华强 是一家人 自己一家人 引证了 陈南所说 他说我们都是要养他前妻的说法 陈南能够帮他的先生 打拼他的事业 能够照顾好一家人 对于前妻的大女也照顾 亦都经历过娱乐圈 那么多的风风雨雨 很多时候 就算有些不如意的事 他都会出来 撑着他 帮他老公说话 但是他自己 曾经因为他老 生楼 要开脑手术 他的老公向华强 都很担心 而陈南手术之前 全部一一都交代了他老公 老公 听到都烦了 才发现了 原来 身边一直都很依赖 这个女人 他们回忆 当时 陈南做这个手术 几个小时 自己不由自主 就是向华强 自己不由自主 哭起来 他说万一他不在 我不知怎么办 他接受访问 自己眼有泪肝 手术之后 由于 做了这么严重 腦瘤的手术 由于 神经受损 导致 不知乱了内分泌 向太太开始肥 但向华强一点都不介意 而且毫无掩饰 觉得自己 没办法 人生已经过了几十年 希望大家互相扶持 继继继续走 正回来的路 他说 没有选择人 这个陈南 觉得自己 没看过这个 窮小子 之前他遇到向华强 他还是一位窮小子 在台湾 做这些茶餐厅 不是很生意 一直都是强调自己 我知道这个向华强很顾我的 所以我自己 对于 他任何 对于他不利的东西 我都是奋不顾身 保护家庭 我去到最后 我就告诉你 为什么 很多人都不敢说 姓向这家人 为什么我今天又会选 这个姓向 还说这个向太 昨晚我说向华城 讲张玉珊 其实 说这些人都挺危险的 但是你知道 YouTube频道Smart Travel 我觉得 尤其是我是一个研究八字命理的人来说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和缺点 如果你只是focus 我知道他有很多坏东西 你要爆大祸 其实 一来 不是我自己擅长的东西 留下别人说他有多不好 让他的手手脚脚 你给别人招呼你的事 但是我觉得 我自小的家教我 三人行 必有我私 我自己觉得 如果 其他在商业上的东西 你说他有时候说些东西 是不是全部100%是真的 我觉得 你不可以说 你这么奸 我问你 李嘉诚是不是 一世人没做过一些遗憾的事 他是不是全部 个个有钱人出来都是说真话 在商业上当然不是 无奸又不商 这些就是商业的策略 你没说 总之他不犯法的 这些是国为其主 但是我在这条影片里面说 作为他一个 一个人家的太太 人家的女朋友 或者人家的妈妈 一个后母的身份 在他做这些几个角色的层面 其实他做到101分 但是你说 如果他在商业上面的话 这些都是一个商业 做生业的人的商业决定 所以 没有说是对 还是错的 只不过 你是跟他找食 或者你有没有被他影响 是这样 你就觉得他不对 每个人做生业都有他自己的立场 说回对他自己有利的说话 所以 我觉得 如果他们 说谁 他会骂谁 这些是跟他自己的生业有关 这个不是我评论的 不是我这条影片评论的角度 我只是纯粹以一个 她是一位女性 自小的家里 那么穷 妈妈又难倒 差点卖她 落火坑 然后她又有白血病 又被她救回 自从她自己 最失忆的时候 跑去自杀 跑去自杀 然后死不去 天不让你死 后面还有大把精彩的人生 让你慢慢享受 然后 在人生那么失忆的时候 死不回 然后她就跟自己说 我什么事都不怕 现在 生活去到这么恶劣 我都可以 顶得住 然后就改了个名字 我就要做一些改变 就由个名字开始 名字怎么来的 陈南怎么来的 我下面 瘦国风风风雨雨 所以我连一座山 我都可以 撑得起 你明白吗 OK 接着 遇到一个这么多有钱的人追她 她可以再娶一个 再有钱一点 但是说真的她也是贪英俊的 她们的家庭背景 不用我说 你们都知道 但我现在 以一个女人的角度 曾经在一个这么艰难的情况 老公原来就是要养她前妻的 为了我不阻止她老公要给赡养费前妻 我自己开店铺 我自己一个人 我减少人手 你继续养她 但她没有发癲 这就是做大事女人的所作所为 如果你在这里吵冤巴闭 你不要养她 你搞到我现在的生活这么惨 你告诉我 如果日后 她怎么知道自己原来 在娱乐圈里这么有势力 当然 做一个 顶天立 怎么说 不要说是顶天立 我做大事的人 我跟你跟跟计较 好 你就养吧 我自己养回自己 店铺我自己 什么都做了 我拖着小孩 我都够胆 就是 背着货 一滚 店铺我都做了 但是那个男人 够胆死 那个女人这么帮到你 但是她竟然 拖着另一个女明星 在一间夜店出现 她就聪明的女人 收买了她的男人身边的马仔 如果我老公 拖着另一个女人 你即时 第一时间通知我 这个女人够胆死 她就令到那个男人 很依赖她 因为她够能干嘛 你明白吗 够能干 你没有了我不行的 是不是 不是说不行的 不过有她就方便很多 因为她真的能干嘛 真的做到东西 对不对 还要做到东西 她样子不差 她样子漂亮得来 又要这么做到东西 对不对 你以为这么容易找 你有本事你向华强 对呀 你跟那些女明星一起 她帮不帮到你谈生意 对不对 她帮不帮到你这么多人物网络 叫她投资 给你拍电影 当然不行 你做女人要做到一样东西 男人呢 或者你 女人是固自然 男人都是 任何人都是 如果对方 或者你出来做事 你的老闆没了你不行 你手上拿着一大班客 那班客 你讨好那班客 你去哪跟到你那边 是不是 所以告诉你 你做任何东西都是 如果你做到一个地步 人家没了你不行的话 你就成功了 无论你做任何人的另一半 所以不要 千万不要对生活 我说很惨啊 什么都不行 你觉得很惨 就用回这个 妈妈的神奇小子 你不要哭 你跑吧 对不对 OK 好了 多谢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我 为什么够胆 可以将一个人物 人家不够胆说的 我够胆说 因为我可以在 任何一个人身上 自小的家就教了 三人能 必有我私 我今天就将 这个 顶天立地 在他 撑起我的家 那些我不说了 因为 不要说他是什么背景 就算李嘉诚 全球都认识得李嘉诚 未必全球都认识得 向太太 向华强这副 但是我问你 是不是真的 向什么 李嘉诚 甚至乎首富 是不是真的 出来做生意 你可以说 坦白说 你从来没有做过一些 你自己不会遗憾的事 好吗 多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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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了 我最后说一句 你们 其实我告诉你 出来社会做事 你不可以看人 就不顺眼 个个人都有 一个优点 和一个缺点 是不是 人人都有优点和缺点 如果你的 只是你的眼光 那么客艺 只是focus 在别人 不好的东西 身上 再放大的话 你这个人 永远都不会进步 所以 吴雨昕 去这个 Hollywood 有一部电影叫Faceoff 一个怎么好的人 都有黑暗面 一个怎么 你说他一个黑人物 都有他的光明 值得学习的地方 这个就是YouTube频道Smart Travel 的优胜之处 OK 多谢 Thank you 不再让你过单 阿沙陪你娱乐 欢笑人间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urn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Woohoo Wooho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